狗仔直击野生凯乐单身集额偷偷摸摸摸拜月了。 35岁的凯乐蝴蝶子子去年以巴大娱乐百分百拿下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不过事业得意的他,感情上却与交往五年的男友坑分开,之前回应时强调恢复单身已是一个人。 1日苹果在大同区慈圣公布获野生凯乐,他与爸妈一起到庙宇旁小吃他用餐,刻意选择角落位子,直到用餐时才将口罩拉下,相当低调,事后他在一个发文表示爸爸偷偷在他去拜月老,希望会遇到好姻缘。 1日5间,记者休假是在大同区的慈圣公布获野生凯乐,他与爸爸及妈妈到一旁的小吃店吃午餐,一身轻装戴口罩的他,选择角落位子用餐,刻意背对用餐群众相当低调,但一头啊麻色的他十分显眼,过不久就被民众认出, 议议论纷纷纷,隔壁桌粉丝带他吃完饭时,跟他要合照,他照单全收,亲和力十足。 接着凯乐爸爸带他进一旁的慈圣公,拿了香开始参拜,只见凯旦领头带住凯乐一路参拜讲解,接着凯乐花了一段时间在土地公区拜拜,希望事业顺利,一路摆到月老时也拜了许久,他拿住香聚金会神帝拜拜,似乎祈求有好姻缘出现。 最后一家人走出庙时又逛了几间小吃摊,虽然都没买,仍被小吃摊老板娘认出,大摊可惜没有跟他要合照。 对于被派到和爸妈一起去拜月老,记者事后求证凯乐经纪公司经纪人,回应他一直都是单身。